今天的法治封面呢 我们要来聚焦备受关注的张寇寇杀人案 今年的2月15号正是大年三十 陕西省汉中市的一个小山村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当地三位王姓村民被同村的张寇寇先后杀害 案件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 那么这起案件是怎么发生的 张寇寇又为什么会对同村的三位村民痛下杀手呢 最近杨士记者来到了案件的发生地 通过独家采访被害人的家属 当地的村干部以及犯罪嫌疑人张寇寇的父亲和姐姐 了解到了这起案件更多的细节 案发的王平村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正区的新吉镇 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大年三十突然发生的这起案件 打破了这个小山村原本的宁静 据案发的王平村村主任王小明介绍 按照当地习俗 每年的大年三十都是上坟祭祖的日子 外出打工和搬走的人都会回来去祭拜仙人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案件毫无征兆的发生了 这里就是2月15号那些案件的案发现场 虽然时隔多日 但是在地面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留下的血迹 在距离这个案发现场往下一百米的地方 就是犯罪嫌疑人张寇寇和三名被害人的家 据了解三名被害人分别是王平村村民王自新和他的大儿子王孝军 三儿子王正军 在案发当天 王自新的二儿子王妇军因为有事没有回家逃过一劫 当时是住了12点40左右 然后我在我女朋友家里在帮忙做午饭 当从侄子口中得到实情后 王妇军顿时蒙住了 顿时腿都软了 顿到那里 哭了好一阵 案件发生后 为了防止张寇寇对王妇军也进行报复 警方将他安置到了一处安全地点 与此同时 警方也对张寇寇展开了全力搜捕 2月17号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张寇寇投案自首 经过初步调查后 警方公布了案发的经过 2018年2月15号 犯罪嫌疑人张寇寇在自家楼上观察发现 王自新 王孝军 王正军和亲戚正准备上坟祭祖 随后张寇寇戴上帽子口罩 拿上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 尾随跟踪刺激作案 在王孝军 王正军上坟返回途中 张寇寇持刀先后将二人刺死 而后张寇寇又持刀来到了王自新家里 将坐在堂屋门口的王自新刺死 在逃离现场前 张寇寇还放火焚烧了被害人王孝军的轿车 我身后的这三间平房呢 就是被害人王自新 王孝军 以及王正军的家 在他们家旁边十来米的地方 这座两层的白色楼房呢 就是犯罪嫌疑人张寇寇的家 两家的距离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十来米的距离 从张寇寇家后窗户 完全可以看到王家的院内的情况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原本是邻居的两户人家 结下了如此深的仇恨呢 据警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张寇寇之所以作案是为了报复王家人 而报复的原因还要从二十多年前的另一起案件说起 原来1996年8月27号 张寇寇的母亲曾跟王家人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 冲突中张寇寇的母亲被王家人打倒在地 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我右手边就是犯罪嫌疑人张寇寇的家 据张寇寇的父亲回忆 1996年张寇寇的母亲就是在这个位置 被王家人用木棒打倒在地 而这个地点距离王家也不过十几米的距离 1996年12月5号 当地法院对这起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 但鉴于王正军在犯罪时尚未满十八周岁 且能坦白认罪 其父以代为支付死者巨额丧葬费用 加之被害人汪秀平对引发本案在起因上有一定过错责任 应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 最终王正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对于民事赔偿部分 法院认为鉴于被告人王正军既在校学生又未成年 且家庭经济困难确实无利全额赔偿 故酌情予以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 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 经济损失9639.3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 检查机关未提起抗诉 被告人王正军未上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就赔偿部分 也没有提起上诉 该判决就此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张寇寇报复杀人的动机 正是因为这起发生在1996年的案件 那么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 也早就已经判决了 张寇寇为什么还会进行报复呢 为了了解1996年的这起案件的更多的细节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当地法院进行采访 经过沟通 当地法院向我们提供了当年这起案件的判决书 通过查阅案件的判决书 我们对当年的案件经过有了大致了解 据判决书显示 1996年8月27号下午七时许 汪秀平路过王正军家门前时 便给王正军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 引起争吱后 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 也向汪秀平争吵并撕打 汪秀平遂拿一截扁铁 在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 王正军即剪一木棒 朝汪秀平头部猛击一棒 致汪秀平倒地后于当晚22时许死亡 在判决书上我们发现 当年最先与张寇寇母亲发生冲突的 是王家的二儿子王富军 那么在王富军的记忆中 当年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呢 对此我们独家采访了王富军 走我身边然后吐口水 当时头一次全身没吐上 已经骂了就是疯破死 然后就过去了 过去当时我也没回屋 我就还在沾到那里 然后他反回来又朝我脸上吐口水 我肯定他都非常疯不欺负我 我这就伤了他眼光 然后他都破口大骂 王富军说他当时就站在自家门口 听到争吵声后 家里的弟弟王正军和母亲等人就出来了 而这时汪秀平的家人也出来了 就是汪秀平的男人是张夫如 和他女儿从家里过来 所以拿了一根扁铁 他女儿把扁铁给他母亲 然后从兄弟头上打了一下 然后左脸上应该来一下 据王富军回忆 在被打后 三弟王正军也用木棒 往汪秀平的头部打了一下 汪秀平随后倒在了地上 他那下 但是过了几分钟 来了一个车 车灯照了一下 他自己又扒起来了 扒起来 然后他拦着 就扶着我回去走 冲突发生后 消息立即在村里传开 现在王平村的村主任王小明 当年也是村里的干部 据他回忆 张福如为了此事 当时还找过他 得知情况后 村里的干部立即来到了王家 帮忙调解这个事 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 汪秀平被送到乡医院进行抢救 在得知汪秀平已经死亡后 村干部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随后警方将王家父子三人全部带走 进行了调查 就事发生了以后 公安局把我和我兄弟带来公安局做彼务 他们又通过调查确证 确认是我兄弟答的 然后兄弟都没回来 就是我和我父亲回来 在采访当中的我们发现 王富军所说的1996年那起案件的经过 基本上和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 但是对于王富军的这些说法 以及法院的判决 张寇寇的父亲和姐姐并不认同 张寇寇姐姐口中这个当官的人 指的是王家的大儿子 王孝军 在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王孝军的工作履历上 我们看到 在1996年8月案发时 王孝军在当地的庙坝乡政府任党政办主任 1998年7月提拔为庙坝乡副乡长 张寇寇姐姐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他认为很多证人所说的都是不真实的 那么在张家人眼中 案发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走了他家的房子 他家那个楼就这么站的那里 就这样 所以我们走了跟前 比如说我也从那天过 你站在那里 你嘴里回来 回来妈妈的骂我 你一个小伙子骂一个女人 女人肯定要还一口 你要我妈她能还一口吧 最后她能骂我妈 最后我妈骂她 骂了骂了她 她开我 我骂她的肌肉 她抓住我骂她的货 换了换了搭起来了 而除了冲突的起因不同脉 对于打死汪秀平 那根木棒的来源 张家人也与汪家人所说的不同 那个棒子说他不能拿去 并不是在马路里姐姐 马路能有那么多棒子等到他姐 而除了这些之外 最让张家人不能接受的是 当年用木棒打死人的 是王家的二儿子王富军 而法院最终认定的 却是王家的老三王正军 采访中张扣扣的父亲 向我们讲述了妻子 当年被打倒在地时的情形 这个孩子 他跟老二拉着一根棒子 从后面 哗呀 他到头上了 当时在哪儿打的 拿棍子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当时您看到的是老二打的 老二 老二打的 老二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 除了对这起案件的事实认定 和定罪量刑不满之外 对于民事赔偿部分 张家仁也一直无法接受 判决书显示 当年张家仁要求赔偿的经济损失 包括丧葬费 赡养费 抚养费 死亡补偿 等共计25万元 而法院最终判决的金额 每9639.3元 除去王家之前 已经支付的8139.3元丧葬费 张家最终只拿到了1500元的赔偿 值得了1500 但是这是事实 就1500 从这之后就要接了 没了 啥事都没了 虽然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张家仁始终是无法接受 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上诉 或者是申诉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这起案件呢 也在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起正在被人们所淡忘的案件 在20多年之后 又引发了这样一起续案 给两个家庭造成了更大的伤痛 据王晓明介绍 在1996年案发之前 张家和王家的关系 原本是非常要好的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两家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据张福如介绍 后来因为承包村里稻米加工厂的事 在1996年案发前 两家人开始出现了隔阂 而在1996年案发后 张家和王家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虽然住得很近 但自此之后形同陌路 王富军说 当年案件发生后 他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尤其是跟张家人碰面时 毕竟人家死了人 心里肯定有怨气 因此 他们兄弟曾多次劝父母搬走 但父亲没有同意 就这样 二十多年过去了 王富军一直担心的事 最终还是发生了 而这也出乎了张寇寇父亲和姐姐的预料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 张寇寇有向王家报复的念头 张家人说 在他们眼中 张寇寇这些年十分上进 一直在各地打工 去年还出国务工 去了一趟阿根廷 张福如说 张寇寇从阿根廷回来后 就一直待在家里 这让他十分高兴 因为这些年来 他跟张寇寇很少能这么长时间在一起 在这期间 他也没有发现张寇寇有什么异常 据张福如回忆 案发当天 他一早就和兄弟一起去山里祭祖上坟了 当时张寇寇正在家里洗衣服 因此没有去 张福如清晰的记得 在他出门时 张寇寇还特意叮嘱他早点回来吃饭 然而没等张福如回来 张寇寇就在当天中午 对王家父子三人实施了报复 案件发生之后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有人说张寇寇为母报仇 情有可原 也有人认为 这是由于当年案件审判不公引起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 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专家指出 无论实施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张寇寇报复杀人的犯罪行为 都应该被否定 杀了对方的三个人 这种明摆着的 对法秩序的这种破坏 对这个已有的判决 也是不顾 因为这种渊源相报 如果去鼓励 那么就没完没了了 同时社会也就发生大乱 那我们的法律秩序 也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能鼓励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人际关系当中发生的矛盾 纠纷 对于1996年 张寇寇母亲被故意伤害 致死一案 是否存在判决不公的争议 在看了判决书后 专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专家告诉我们 1996年这起案件 适用的是我国1979年的刑法 根据当时刑法的规定 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量刑标准 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如果未成年人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在量刑上是可以从轻 甚至减轻判处的 按照刑法的规定 不满18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那如果减轻的话 那都应该在不满7年以下来量刑了 专家同时还表示 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 法律在赔偿数额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法院一般都是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出判决 1990年代 当时很多类似的案件在赔偿方面判的都比较轻 都比较轻 原因就是客观上 这个案件当事人确实经济状况都比较差 你判的判的多实际上也支付不了 此外专家还指出 如果张寇寇和家人对1996年这起案件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判决不符 其实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解决的 那即使是生效判决做出以后 你仍然不服从法律上解行 不管是被告方还是被害方 仍然还有个申诉的权利 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或者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请求对原来生效的裁判进行重拾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在判决做出20多年后 张寇寇最终选择了用杀人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对于这样的悲剧 专家表示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除了惋惜之外 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 我们现在非常强调全面依法治国 或者法治中国的建设 其中就包括我们每个公民要知法要守法 当然你的权利受到侵害 不管是受到其他公民的侵害 还是受到公权利的侵害 也要敢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都应当是在法治范围内 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来进行 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对不做运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来进行 ViIZ连专件下来 两件 pesar他人的条件下来进行 然后怎么能复权 対得人的复权 我们现在是装要修理